6創意健康店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名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 你好 大家好 今天希望你和大家分享一个题目 我相信很多人听到的时候 一定会经历过身边的人一定会发生过 也很容易令人产生一个恐惧的心态 这个题目就是发烧 相信在座的听众没有人没有发烧 或者家人都不会说没有发烧 我知道袁医生在之前由八几年 九零年代的时候 刚刚你回来香港的时候 录制了一辑发烧事有事敌的领带 很详细解释了自古以来发烧的起源 或者是如何处理方法的情况 如何处理 为什么呢 也说到为什么这么多人 一听到发烧的时候 都会产生这么多恐惧 因为当中也有很多误解在里面 而且也发现到 在小朋友和婴孩身上 发烧的情况出现比较多一点 成长之后就少一点 但是每个人都听到 如果那些婴孩发烧的时候 尤其是新手的爸爸妈妈 都会发疯的 袁医生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究竟发烧的情况 成因各样东西的时候 让我们的听众可以深入了解一下 大家都知道发烧是一个症状 发烧本身不是一个病 为什么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呢 往往是会出现发烧 尤其是那些小朋友 是特别容易发烧的 简单来说 其实身体是要借在发烧去对付感染的 就是身体受了病毒或者小肝感染的时候 那个免疫系统就会企图 用发烧这个方法杀了病毒 这个医学上已经在七年代 有一系列的研究 发现到发烧是帮助我们身体 对付疾病和对付感染的 当你的身体不懂得发烧的时候呢 那个动物呢 那个病人呢 那个身体很多时候就会死亡的 在早期呢 在米资金大学 有一系列的研究 那么早期就用一些蜥蜴 蜥蜴做一个研究 因为蜥蜴的温度呢 是受外界的温度控制的 那就是你可以将蜥蜴的温度 提到多少 那你可以看它放在什么地方 你放在暖的地方 那么它就根据那个环境的温度 就是就会升回了 如果去那些冷的地方 那么它就升不到的 那么所以当时做一个研究呢 就将那些蜥蜴是整病了它 嗯 跟着呢 将蜥蜴不同的组备呢 放在不同的温度 结果发现呢 蜥蜴如果能够放在一个温度高的环境 就是将体温升高呢 那些蜥蜴就全部存活的 嗯 而反而那些蜥蜴放在一些冷的地方 它温度提升不起呢 或者它没办法走去晒太阳 是 整热的自己呢 那么它就是会死亡率很高的 那么所有的结论呢 就是说呢 其实发烧是一个是我们的朋友来的 嗯 好了 不要说就这样 一般发烧 蜥蜴仔为什么会常常有呢 因为蜥蜴仔那个本身 那个免疫系统呢 就是未曾完整树立下来的 就是它们没有足够的抗体啊 或者那个细胞的记忆啦 就是这些记忆是要打个障碳 感染个病 那你才有这个这样的 就是学会了怎么打的嘛 那么蜥蜴仔在早期呢 没有经历过这些这样的病呢 那么它就唯有用最原始的方法呢 就用提高温度的方法 对付这些这样的感染的 甚至乎呢 有一种说法呢 在这个医学上呢 有一种说法呢 它说如果 好像医学之父说的 它说呢 如果你给我能够制造发烧的能力呢 我是能够治疗所有的病 那么在我的在外国去去考察啦 我去过去德国 尤其是欧洲那方面呢 就发现呢 很多的癌症的诊所 就是专医癌症的诊所呢 它们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工具呢 就是用发烧 用高温治疗 那么它有些仪器呢 将病人的体温是全面提升 跟着有些仪器呢 就摘在它局部位置 比如它可能有子宫肌瘤 或者子宫癌 或者乳癌 或者肝癌 那么它就会将这个仪器呢 就是放在那个环柱呢 是令到那个器官的温度呢 是提升的 嗯 那么其实呢 在香港呢 以前也有听闻一些报道啦 比如它是处理肝癌呢 就用电过电流的方法呢 或者电磁场的方法呢 将那个肝那个器官的温度呢 是提升的 那么这个也是呢 就用那种 就是用高温 就是用发烧的方法呢 是治疗病 所以这么说呢 其实呢 发烧对我身体是一件 是非常之有价值的 对抗疾病的工具 所以做了10元仔 就是它第一时间就懂得发烧 嗯 好了 那么一般来说呢 当你的体温升高过100度 就是滑水100度 那我们就当它有发烧啦 那既然那个发烧呢 就是对身体的一个 是一个朋友 是帮助身体呢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不应该呢 是刻意去打击 去打压那个发烧过程的 就是让发烧呢 是经历它需要的过程呢 那么它自己的病 打胜了 那它就不需要发烧了 那么那个烧就会自动会退的 那么除非呢 你的烧是高 高到很不适 之类之类的 那么 那么当然呢 很多时候那些烧呢 就会叛了那个 就是发冷症 OK 那么也都有一些 有些人呢 就是 跟着呢 就烧了一段时间 跟着就会出寒 是不是 一出汗呢 一发汗呢 那烧呢 就会散的了 OK 那么当然啦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都 就是遇到一些烧呢 可能呢 是可能代表一些 就是严重的病 嗯 但是最紧要呢 你要知道呢 烧本身是好的 我们不要刻意去去 去压制它 也都没有这样的需要 那么但有时候呢 那些烧呢 就会产生 发烧的抽筋 有些小朋友会有 那么很多人 经常是以为呢 发烧的温度很高了 那么它就会抽筋了 那么其实呢 是不一定的 就是你那个抽不抽筋呢 和你的发烧的 那个度数呢 是不成正比例的 那么就是有些小朋友呢 就很容易就会 在发烧的那个过程呢 是发生抽筋 这个是它本身的体质 那么其实呢 它的主要呢 是你的温度升的速度 如果温度升的速度是快呢 那么有些小朋友 就会在那个时候呢 就会出现那个抽筋的 那么还有些情况呢 就那些人呢 就是发烧呢 你也都看到呢 它的颈汗呢 是很僵緊的 那么如果你见到这个情况呢 那么有机会呢 是那个脑膜炎来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是 就是比较严重的 可能会影响性命的问题 那么就立刻是需要处理它的 那么我们需不需要用同类疗法去 去处理这些这样的问题呢 那么你记住呢 同类疗法呢 当它去处理发烧的时候呢 其实它不是一种退消药来的 是 它只不过呢 是医你的身体 将你的身体的本身的能量 抗病的能力提升 那么于是乎呢 你的身体呢 就抗衡到那个本身感染的问题呢 那么从而呢 令到你的身体呢 就不需要再靠发烧去医病 那么所以你记住呢 同类疗法 我们所谓去去处理发烧呢 其实那个机制呢 不是说呢 是退消 即是不是禁销 它只不过呢 治好你本身的病 那么令到你呢 就不需要再用发烧 高温的方法去医病 而令到你的那个烧 是自己减退的 嗯 在我的临床经验里面呢 那么我处理过很多 很多这些的 的发烧的情况 那么我也都记得有一次呢 是遇过一个小朋友 几岁了 即不是BB 几岁了 那么他呢 就来到那时候 妈妈带他来 那么就发现呢 他有些烧的 那就是普通的烧 那就是普通的烧 那我就用一个疗劑去 我忘了用哪一只xz 那但当时呢 我就看到他的症状呢 那个孩子呢 男孩呢 有点呆呆滞滞滞 嗯 那个病人的妈妈也带了这个小孩去看普通西医 普通西医用了她的普通西药之后 可能又没有什么帮助 她就带了她来见我 当时我也是第一次见她 我初步就是用一些简单的发烧的尿剂给她 但最后我就跟妈妈说了 我说看她的情况可能她是有脑莫言 因为我最后她来的时候 我觉得她可能有机会是脑莫言 我这样说一说 妈妈当然一听到脑莫言就很害怕 结果就带了她去威斯新王 果然她再跟我说她真的是脑莫言 还有在那个深切治疗部 而当时威斯医院那些医生就跟她说 其实她已经脑受伤了 已经是有永久性的伤害了 那个妈妈就立刻打电话 跟我说怎么算好啊 为什么会这样啊 有时候我都不是第一时间 我都看到这个症状 都要观察一点点的 我看到既然已经诊断了是这样 那我就跟她说 如果是这样 我要立刻转药的 因为那个药就不是普通的感冒药 是一个对付脑莫言的 结果我记忆之中 我最后就转了一只 叫做Hellaborus的 Hellaborus Black Heraborus Niger 圣诞玫瑰 翻译叫做圣诞玫瑰 其实这个是对一些脑莫言的高消耗很有用的 我记忆之后我就配了这个症状 我跟她妈妈说 她说你尽量快点找人来拿 她妈妈说我走不开 因为我要陪着个儿子 看着个儿子 深切治疗报 我也没办法 我都说那个疗妻 我就放在柜面了 已经告诉她了 如果你需要就快来拿 结果我都大概不知几个礼拜之后 因为我都没再听到她的任何消息 结果几个礼拜之后 她的妈妈带了个儿子来 原来她真的找人来拿了一个疗剂 用了疗剂用在她的儿子身上 把儿子的脑莫言医好了 她说当时YAC的主审医生 她都说她是同类疗法救了她的儿子 同类疗法救了她的儿子 就是说在这些这么严重的情况 大家都不会觉得没有办法 其实在这些情况之后 反而同类疗法的效果更加惊人 因为当时那医生说她已经老坏了 不能救了 就看看将来的復元怎么样 结果那个审慕仔用了这个疗剂好 结果我都跟了她两三次 她都带她来 再复诊几次 接着我就没有再见她 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脑莫言引致的 问题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时候 坊间有一种的说法 有一种误解 她说法师很危险的 因为法师会烧坏脑的 这件事情大家要了解到 其实在医学上的医学的文献上 从来没有一种 是因为发烧本身 而导致你的脑烧坏了 OK 你是会发烧 因为身体要需要发烧医病 所以很多情况 会出现发烧的 但是其实在医学上 没有任何的资料 证实过是因为发烧 而导致你的脑坏 你可能会有脑炎 你也可能会有脑膜炎 这些本身的病 当然会令你发烧 但是记住 就不是发烧令到你出现这个问题 好了 还有一样东西 当一个小孩发烧抽筋的时候 其实那些人都很害怕 父母通常很害怕 那有什么可以做呢 在医学上其实没有什么可以做的 她通常看小孩 就是不要弄伤自己 不要撞伤自己 或者不要咬伤自己 她只能够观察 一般来说 是即时都没有什么 即是西弱可以医得到的 好了 但是其实在医学的疗法 就不是的 我们有很多工具可以处理的 好了 遇到这些情况之后 我们第一件时候 看看那个人的体温 OK 看看那个人的面色 是不是泛红色 或者是青青的 看看他的蜜薄 有没有特别快 或者是特别的情况 还有小孩有没有发烧 还有看看那个人 有没有尖寒 有时候一路发烧 亦都有尖寒 那你都可以了解一下 发烧是怎么开始 其实多高 有没有时间性 有没有任何的痛处 那这些资料 就是我们在遇到这个情况 大家要留意的 要观察或者要问的 好了 那我就给一些简单的指引 对付简单的发烧 如果那个烧 是来得很快 亦都很急 很强烈的 那个烧 也都比较像 好像 比较高的 那在这种情况之后 我们首先要考虑两个疗剂 第一个是烏头 Econite 第二个是Beladonna Dinke 大家听我们节目的症状 都开始对这几只很简单的疗剂 应该开始熟了 好了 那通常呢 烏头的症状呢 通常呢 它是可能受惊 或者紧张 受惊 玩到瘋了 或者下一下 或者是受汗 或者干冻的导致的 那这个就是烏头的主症 那个症状力了 那么 那个 Dinke Beladonna 通常呢 都是烏是比较高 还有病人的面 是比较红的 OK 还有呢 有时候病人会告诉你 它也有伴有一些 就是密动式的头痛 OK 这个就是分辨一些 那个 那个烏头 和那个 Dinke 的形容了 好了 如果那个烏是 有间断性的 可能某个时间又来一来 接着又停一停 那在这种这样的 有间断性的烏呢 那我就会用呢 是甘鸡蜡了 就是China 甘鸡蜡这个 那你知道了 在China呢 甘鸡蜡是什么 这些药疾病的嘛 药疾病的其中一个 主要的关键症状呢 就是烏是离离去去的 就是停下又离下 好了 那如果这些症状呢 那个烏呢 就是在初期第一阶段 又不是来得很急 又不是很快 但是有点微烧的情况呢 或者可能就烧到 面猪都很红红的了 那这种情况呢 你就会想到 那种是什么疗剂呢 是Ferrin phosphoricum 就是那个 铃酸铁 这个是最基本 最基本 最基本的疗剂来的了 OK 好了 那一般来说呢 就是这些疗剂呢 是对付那个发烧呢 很快的 我通常是预计呢 大概12个小时到24小时 就应该会退掉了 如果用得好的话 那么刚才医生的解释过 几个发烧呢 我们记住了 听了一下记住 我们刚才医生也解释过 我们用的同类疗症去处理发烧的问题呢 不是说呢 就是说要去退个烧的 而是呢 是怎么样呢 就是令到他本身那个问题 令到他发烧的问题呢 而是增加身体那个抵抗力呢 去对付之后面那个问题的 就不是说呢 就是引发发烧的问题 引发发烧的问题 所以就不要 不要想着就是说 但是如果我们用 刚才说过了 如果一个疗症用得对的时候呢 但是12至20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呢 那个发烧呢 他们是会退了的 那么他引发出来的问题呢 可能就会明显一些了 那我们会針对那个了 那袁先生 麻烦你帮我们再详细一些 就是看一下那个疗症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去选择他们一些的特点 那除了那个疗症啦 就是刚才所说啦 那就是有很多一般人呢 在家庭上 有这样的家庭的方法啦 那最记不记得 我们小时候呢 很多时候呢 很多家庭都会用这个方法的了 就是什么呢 是盖皮焗汗 对不对 那焗到你出了汗 那就好回了 OK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其实呢 这种的做法呢 就是说呢 就不要硬硬 是按那个温度 让那个温度呢 是加强它 OK 就是焗到你更加热 焗到你更加出汗 那这个呢 就是第一出汗 那你就烧就烧不起了 OK 那这个很多人的 小时候都有这种经验的 好了 那在我们的 现在今时今日呢 就是如果家里有浴缸啦 现在有这种设施呢 那就可以呢 就是浸热水 不是浸暖水 不是浸凉水 是 是 是 热水 是 OK 那比如这个温度是 比如是三十几 三十七、三十八 那你的水温呢 是加到四十 OK 那当然呢 家里人 一般家里 未必有一个温度计的 那些温度计是 那些是 嬷儿子有时候会 嬷儿子有时候呢 因为要那个 那个洗澡的水 要教得正啦 那可能家里有这些 那样的 那个温度计 是凉水温的 那一般来说呢 那你怎样去做呢 记住呢 我们的手的温度 手的皮肤温度 是比我们的体温低一点的 大概九十五度左右而已 那所以如果你用手去探那个水温呢 就不可以呢 感觉那个水温呢 是不 就是 跟你的手温度一样 就是不觉得它热 不觉得冻 那其实呢 那就没到了 就是九十五度而已 那就足够了 那所以你一定要觉得呢 那个水温呢 是令到你的手呢 是觉得 是比你的手的 是 那这个呢 就有机会呢 是会高过它 它当时需要的 的温度的 OK 那好了 那记住呢 一种做法呢 就是浸热水 还有呢 是喝 热茶 OK 那有些人呢 有些草茶啊 或者sage啊 或者yellow啊 这些这样的 很简单的 西式的草茶啦 那如果家里有这些 那当然冲这些 来喝啦 那慢慢叮一下叮一下 那就是说呢 就喝热茶 或者喝热水 浸热水 OK 令到你的温度呢 是得以提高 那通常呢 就很大机会呢 是会出汗 那接着呢 你就可以 可以离开这个浴缸 那这样就抹干净它 抹干净它呢 就去睡觉 那这个是一种方法 嗯 那也有些人呢 是同时呢 就是呢 就是 可以叫做 wack socks 就是 冻的 濕的 蜜 来包住脚 那呢 就 睡过夜 记住啦 所以拿 拿一个 濕了的 少少濕的 蜜呢 就包住脚 最好就用那些 是那些 棉质的那些 因为你尼龙蜜 可能未必吸水的 那少少 不需要很厚的 少少就可以了 那接着呢 就拿干的毛巾 干的蜜 包紮住它 OK 那就是不会 濕到那张床 那用这个方法呢 可以呢 就将那个体温呢 扯到脚那里 嗯 就是你不会那么辛苦 因为呢 你凍水 大家都有经验 如果手 心的凍水那里 很冰的水呢 那手很快呢 会怎么样 发滚的 哈哈 就是你的身体 身体有一种反应的 遇到很冰冻的东西呢 你身体就用发滚方法 其实呢 当你发滚呢 其实将那些血液呢 就扯到你的手那里 因为你要 要处理的凍水嘛 是 那就是其实呢 这个这样的 用那个 濕的蜜 凍湿的蜜呢 是包紮呢 亦都是企图呢 将那个温度呢 是血呢 就扯到那里 就不要在那头那里 令到那头不舒服 是 那这些很简单 很简单的工具来的 所以记得呢 第一是就是 第一 发烧是一个朋友来的 是不用怕的 那就麻烦了 我再和他讲解一下 每一只疗疗疗疗 其实呢 大家如果听过这个节目 听多几次呢 就会慢慢来 对认识我们那些 基本家庭上 用到的疗疗疗的特性 OK 那第一只就是 那个叫Econite 烏头 英文叫做Monkhood 可能那个样子 好像真人的帽子 那样包住 是一个草药来的 那通常用的是什么呢 当高烧 高烧来得很快 很突然 来得很猛烈的 那或者呢 这个烧是因为受了惊吓 之后 或者是受了 冬 干冬的风 的暴吹 那 记住这些症状 通常来得很快的 那个人的精神状态 通常呢 比较会有点紧张 会比较害怕 那同时呢 同时呢 他的身体呢 就会有 干咳 或者酵咳 突然之间来的 那皮肤啊 口呢 都是比较干 那那个瞳孔呢 如果你能看得到 它是比较收缩了的 那甚至乎呢 可能 心跳呢 是比较快的 那还有呢 是出汗了 还有很焦雷 那蜜蜂是比较急促的 那这个就是乌头的症状来的了 好了 第二是呢 是B了 我叫A B C B呢 就是比较多娜 就是那个 电茄 那个电茄 OK 那比较多娜呢 跟那个烏头的一样 它的烧是来得突然 来得很急 也都很高的 那比较多娜呢 电茄呢 有一个症状呢 那面呢 通常患者的便秘 通常是泛红的 啊 还有呢 是有些密动式的头痛 OK 那你看回那个喉咙呢 也都可能见到它呢 是很红的 还有加上喉咙痛 那还有你的痛楚呢 通常倾向右边多些 那这个病者呢 就当时是很怕光 很怕声音 很怕被人捉捉 就是撞撞到的 那张床呢 你不要动它 不小心 你绑开张床呢 它立刻会觉得不舒服的 头痛的 好了 那但是呢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它那个瞳孔呢 会扩大的 就是会靓了扩大的 OK 那所以呢 有时候你机会 你留意一下 如果看到 这个特别的症状呢 那当然呢 那些人呢 就是喜欢在一个黑的房 静的房 还有坐 就是坐起身 也都不想躺下 可能躺下呢 头痛的感觉会更加差的 那丁茄 Beladonna呢 那很多时候呢 他喜欢喝柠檬水 或者冬水的 那这个就是 那个丁茄 Beladonna 第三就是C China 甘鸡腊 Chinchunna Oficinalis 好了 甘鸡腊的 那一个特别的症状呢 就是它那个 那个烧呢 就是是间断性 或者周期性的 OK 还有呢 烧得来呢 又伴有 尖寒的 OK 又热又发热 又尖寒 尖寒 还有呢 很多时候呢 就一身大汗呢 虚寒出现了 一个人很累的 大汗之后呢 身体就更加不舒服的了 OK 那这个就是那个 那个甘鸡腊 就是那个特别的症状 好了 接着呢 就是那个 轮酸铁 Fair and Fod OK 那轮酸铁通常呢 我们会是用在一个 任何的急性病的 第一 就是 早期 没有什么特别的 清晰的症状 他总是觉得 有点不舒服 有点烧 但他人又不是很差的 那通常呢 我也都叫做急救炎 那个轮酸铁呢 Fair and Foss 我常都叫急救炎的 因为超迷炎里面呢 有一个其中一个 常用得着的了 那好了 那还有多少症状呢 有些烧得来呢 面都会泛红了 OK 那有时呢 尤其是呢 在面猪那里呢 可能有一圈一圈的 那些 那个红的 那 还有呢 他那个症状呢 通常呢 就没有烏头 还有丹茄呢 是那么强烈的 OK 那他也都会倾向右边 也都倾向呢 可能有一点点痛 或者 有一点点 就是不是很清晰的 的不适 那 那个面色呢 要是就鲜红 要是就比较 是清白一点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A B C F呢 就这三个呢 是可以说呢 是经常用得着的 的发烧的疗剂来的 嗯 这样呢 那很简单 这四个呢 就应该呢 每个家庭呢 都要常备在这里的了 那就是 刚才都提过了 那发烧都因为 有很多人 有个误解 还有因为呢 其实是我们身体企图呢 去去处理 另外一些的感染的时候 用这个发烧那个的情况 帮助自己的身体的 所以呢 这些情况 常常都会有 经常性发生的了 这个呢 就一定是要呢 及早医治的了 那就用正确的方法了 所以就是这样 应该大家要常备了 这些的疗剂 那套装的疗剂呢 放在家里那里 那就可以呢 随时立刻呢 有什么事情 已经用得着了 尤其是呢 如果家中有些小朋友呢 他们很多时候呢 真的譬如刚才看过 听过了那些症状 有可能他们下午玩得瘋了头的时候 晚上就会发烧的了 半夜才来发烧了 那急症室都都赶不下去了 也都不需要去 因为去到急症室 他们都没东西跟你做得到的了 那我们只是 用一些适合的疗剂 那些东西这样 那大家要记住 将那个疗剂 放在家里 随时准备好 也都要认识到 发烧其实是我们一个身体 那个健康上面的一个朋友来的 就不需要呢 经常就要去打压他 甚至刚才 余医生那个临床的经验上面 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呢 其实同类疗剂呢 都可以处理得到的了 只要大家找到对的疗剂 也都是去及早的医治 不要等到呢 是迟了 出电后遗症之后才去搞 就更加麻烦了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询关于那些疗剂的套装 可以和我们录创意健康店联络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吻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 战略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